我想韓國瑜大家有興趣看的話 瞭解移民就知道 韓國瑜講的完全是事實 他在玩個文字遊戲 因為你半移民申請的 不管是美國的綠卡 或加拿大的楓葉卡 他叫永久居留權 他不是美國公民 你永久居留權 大概一般來說像green card 或者是楓葉卡先給你十年 你要確定在那裡 長期的記住十年之後 你才能申請公民 你才能夠拿他美國護照 這個不是美國護照 也不是美國的國籍 就跟你拿了楓葉卡 不是加拿大國籍 所以他強調他沒有雙重國籍 是完全正確的 因為申請移民的第一步 你是先拿所謂的永久居留權 跟公民是完全不搭嘎 就牽涉不到所謂的雙重國籍 所以他很聰明的跟你講 我絕對沒有雙重國籍 但是他申請移民 如果是事實的話 我覺得對他傷害最大的就是 他可能明天也會去講 中華民國保衛戰 他可能繼續 去所有的場子拿中華民國國旗 他過去講生在台灣死在台灣 將來也要埋在台灣 這樣的話或許在說服力上面 會比較減弱 你都想要移民加拿大了 還保衛中華民國了 這就是比較尷尬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到了 蔣介石 我們韓國瑜最喜歡講的 金國先生 雖然他形容五短身材 其實金國先生就曾經有 類似這樣的事情 造成今天國民黨全面的崩盤 這可以給我們今天的國民黨 韓國瑜做參考 你知道民國三十七年的九月 那時候是國共內戰最緊張的時候 當時整個國民黨不但在東北 華北都有相當多的部隊 而且當時蔣介石的五大王牌主力部隊 還有四張王牌 分別在東北跟華北 蔣介石當時犯了一個錯誤 可以給我們今天的韓國瑜做參考 你知道蔣經國這一輩子 最痛苦的事情就是 你可以看 不管他的最親密的部署 王生所寫的回憶都提到 他最痛苦的就是在民國三十七年的 十月在上海打老虎 他當時打老虎就是 不拍昌寧專打老虎 就是像韓國瑜講到特徵組一樣 專門辦重大的貪毒事件 他找了非常多的年輕人 叫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 喊出四個口號 把禍國的敗類 救最苦的同胞 盡最大的義務 做最難的工作 口號震天大響 他當時打到第一隻大老虎 就是上海皇帝杜月笙的兒子 叫做杜維平 杜維平只跟他講一句話 老虎打不下去了 他說我不算老虎 真正的老虎 是你的表弟孔令坎 結果蔣經國去抓孔令坎 抓孔令坎之後 就發生了今天韓國一種移民的事情 孔令坎告訴蔣經國說 只要你敢抓我 你敢凍結我的資產 我就把你父親和宋美玲 在美國的資產全部公布 最後宋美玲打電話給蔣經國 蔣經國不接 是蔣介石在當時的所謂的 東北最緊急的時候 幾十萬大軍最緊急的時候跑到南京 把蔣經國找來 要他放孔令坎 因為你有錢在外面 你蔣介石要大家為你賣命 結果孔令坎抓到這個把柄 告訴蔣經國 只要你敢辦我 我把你父親跟宋美玲 在美國資產全部公布 結果這個事情不到一個禮拜 東北就是遼省戰役 蔣介石最精銳的所謂的遼西兵團 一夜之間全軍覆滅 後來就知道 十二月就發生了所謂的徐邦會戰 這個事情發生過三個月 蔣介石下台 中華民國垮台 所以也就是說 當你一方面要求中華民國保衛戰 一方面說要生在這裡 長在這裡 但是你如何任何有 為自己留一個後路 為自己開個後門 你要知道這對 在今天所謂台海情勢某種程度 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 會有所影響 會有所緊張的時候 人家會想 你會不會跟當年的蔣介石一樣 在美國有大量的資產 然後最後你落袍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例子告訴我們 或許他絕對沒有雙重國籍 因為移民申請的有久居留 跟國籍是不同的 但是如果你有這種 隨時可能 不見得要跟這個國家共存亡的時候 你未來不管 未來三天的造勢大會 你提出任何那些愛國家 愛民族 什麼保衛戰 可能都無法說服大家 那些愛民族 那些愛民族